開始播了 哈囉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下午安 今天這台車是 奧德賽 那這台奧德賽 是2400cc 是日規的 其實台灣也有少數的外匯車是美規的 代號好像是叫 RL5 但是引擎動力跟底盤是完全跟奧德賽 日規的是完全不同 日規的 它的銷售的狀況在台灣相當的不錯 但這台車 就一個狀況 因為它的底盤結構設計得非常的舒適 所以 後座的乘客很容易會暈車 然後它的 搖晃的感覺也會稍微比較大一點 其實它的避震器原廠避震器的代工廠商 蠻有名氣的 如果有看過經理這款車的直播 每次幾乎都會介紹一樣的東西 這個 是Sachis 跟 是 歐系的大廠 的品牌 在 這是日系車 在那個 現代的韓系車裡面 Tussan的話 也有遇過這個狀況 也是避震器 為請 歐洲大廠來代工 其實大家都知道做避震器的 像是百年大廠 被刺燈好了 這個都是歐系裡面 非常知名的避震器的製造廠商 所以 歐系在製造避震器上 的確有它厲害的地方 但KT也不差 所以 今天要來改裝的KT避震器 會把它 原廠 很搖晃的那個感覺 把它改善掉 變成是高低 高低 車高 車高的話高跟低 可以調整 然後軟硬的話 也可以從避震器的上方 來做調整 所以就變得比較多 功能性 但這一台的話 值得介紹的 是它的 後方上座這個地方 上座這個零件 它跟FIT的 GK 很接近 這個零件 需要把它拆下來 要有一點力道 把它拆下來 所以這個比較不好拆的部分 KT的話也很細心 我們有附了一個 組裝的說明圖 需要把這個零件 把它拿下來 沿用到KT的避震器上方 所以這個 在拆裝的時候 請祭司們 特別注意一下 那這一台的阻尼 其實也算是舒適 所以 它的一個搖晃感覺 就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它後方 的彈簧 我們把它設計成在 上市式的High Low Key 那這個 彈簧的話 其實它有分 正 順向跟逆向 這個在 Focus上面 也有特別拿這個設計 來做廣告 但是這個設計 在HONDA車系上 已經心之有黏 上方這個是上方的這個橡皮 不需要沿用的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避震器有點重 這個前面避震器 前面上座KT的話會有負行品 所以拆裝KT的時候 也還蠻簡單的啦 上座這些零件 都不需要再拆下來沿用 KT的話是負總承件 只要 會調整高低 跟調整軟硬度 就可以了 那這台車 KT之所以會 銷售的狀況還不錯 受到車友們的膨長 那主要應該是有兩點因為 剛好一年整 去年的話就6月 經理的話有跟 藝人 林道遠有一起合作 拍個影片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北區的 業務 在板橋 他自己有一個據點 他自己的車 孟婷 小孟 他自己的車就是奧德賽 所以 如果 車友們想要試乘 這台奧德賽的實裝車的話 可以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或者是說如果 孟婷有看到我們的 直播影片 在留言的地方 再自我介紹一下 可以請車友 到你那邊 板橋那裡 金門街 可以到那裡去試乘看看 試乘之後覺得 真的比原廠好很多 再來考慮要不要裝KT 好那我們來 已經裝好了 就來介紹一下 這一台車 避震器裝上去的樣子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內裝 這個是 7人做的嘛 所以他的 這個是第2排的椅子 這個是第3排的椅子 在第3排的椅子 側邊 HONDA的話非常的貼心 這裡有做一個維修孔 所以後面避震器的拆裝 調整 就都從這個地方 來做調整 跟拆裝就可以了 很方便 不需要再拆內裝 所以比較 簡單一點點 那這一台的後方 我們配置的彈簧 是配置8公斤 那這個是 上方的 剛剛經理所提到的 這個上方的零件 不太好拆 不太好拆下來 就是這個零件 我們把它拆下來之後沿用 那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它也算是一個拖一臂的系統 那調整機構的話是坐在上面 在上面 那像這樣的彈簧跟調整器分開的 拖一臂系統 每次經理都說一樣的話 覺得自己都講膩了 但是這個是 一定是 這台車安裝的重點 這台車的 後面的彈簧 不要把它預載太多了 大概預載個 5mini 就好了 所以筒身的話 一旦 沒有調整好 說得太短的話 那這台車鐵釘就不好做 好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我們後來介紹前面 前面的話 它的離載串的話 是需要 沿用 KT的 所附的 KT的話附的比較短 為什麼因為這個的 設計的地點 它的相對的高低點 比較低 如果沿用原廠的離載串 就會有降不低的狀況 所以 KT的話 有附一個離載串 這個換上KT的離載串的規格就可以了 那這個離載串之後也很好購買了 應該是 08到17 年的Artis 都是用前面的 這個規格就是跟Artis的長短度一樣的 所以 如果熱壞掉 汽車材料 隨便都買得到 那這一台有一些 這個是 剎車油管的固定位置 在這個地方 那這裡有ABS感應線的固定的扣具 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那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前面的彈簧 我們配置的是200長 7公斤的規格 它的長度的話是200mm 所以它的舒適度的話 會相當的不錯 因為不是配紙捲式的彈簧 如果像這樣的休旅車 配紙捲式的彈簧 不是不行 是配了紙捲式的彈簧 它會犧牲掉 太多的舒適性 舒適性跟性能 它就好像是一個敲敲板一樣 舒適多了一點 那性能就會少了一點點 那這條7公斤的彈簧 它比原廠的攻擊數高了不少 所以在過彎時候的撐度 自然就會比較好 那如果是紙捲式的彈簧 它的反應呢 就是直上直下 回饋 路感的回饋 就會比較明顯 比較直接一點 所以這台車 我們前方配的就是 燈籠狀 7公斤的規格 而且它的行程會比一般紙捲的 還要來多出35% 會比較好做很多 那前方的上座 維修孔 HONDA真的很貼心 它在這個地方 做了一個維修孔 我們把這個試蓋 打開之後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了 那從這個地方 就能調整 軟硬度 軟硬的調整 左邊跟右邊 一定要一致就可以了 這個是2.4的地球夢引擎 好 那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如果車友們 你也是開奧德賽的話 很誠摯的 邀請車友 找我們何孟婷 來試乘看看 來體驗看看 覺得有滿意 再來考慮就好了 那如果還有經理剛剛 直播影片 所漏掉的地方 那大家想知道的話 再請留言給我們小編 OK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